好,那么在补充讲了这么多基础知识以后,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我们可以开始分析我们这个lowlevelinit.s这个文件了。 那么这个文件的路径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是吧?在board,因为这个都是底层的初始化,基本上是外围设备初始化,所以在board这个目录下面。 board下面,上次我们说到用goni这个开发版的下面,是吧?有一个lowlevelinit.s,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 首先呢,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堆投文件,是吧?这个投文件主要包括下面三个,cpu.h,clock.h和power.h,待会会用到。 好,那么我们往下看。第一个,它定义了一个标号,testbase。在这个testbase里面呢,放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叫config.systextbase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的值等于多少呢?或者说在哪里定义的呢? 在同一个文件加下,也就是说在board,sensumgoni下面,跟lowlevelinit.s平级的一个文件,叫config.mk下面定义的。 我们打开这个config.mk文件,可以看到里面一大堆注释,没有背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定义了这个值,config.systextbase等于0x3480,0000。 那么这个位置在哪里呢?我们打开三星的s5pv210的手册,然后翻到20页。 看一下20页是这个memory map,是吧?放大一点。 好,memory map里面,3480,0000这个位置呢,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DRAM总共包含一个G的空间,那么从2000到5000到60000,一共有一个G的空间。 这个一部分呢,一段是512兆,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内核,这个text段的起始位置会被加载到这个位置。 好,回到我们的原文件,我们接下去看,它先是点GlobalLowLevelInit,就是说明这个标号是一个全局标号,在别的文件里面可以调用这个子过程,是吧? 然后呢,头两句很简单,先把LR,就是链接寄存器的值,放入R11当中,然后呢,再把0放入R5当中。 那么由于这个文件当中,LowLevelInit.s这个文件当中用到的寄存器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跟我一样,做一个表格,做一个表格。 然后根据一步一步的程序运行呢,把当前的寄存器值就放到,或者说写到这个表格当中。 这样一步步来手工的推演,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我建议大家在随后的讲解当中呢,跟着我一起做一做。 你也做这样一个表格,也这样做一步一步这样的推演,来看一看。 好吧,那么它在第一步,把LR的值,就是链接寄存器的值,待会用到保存到R11当中。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在这个LowLevelInit的贴点,这个子过程当中啊,还会用到调用别的函数。 那么,或者说调用别的子过程。 那么在调用第二级的子过程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LR可能会被用掉。 那么以前的LR就被冲掉了,就回不回去了。 所以它这里呢,做了一个保存,把LR放入不常用的R11当中。 等以后回去的时候呢,再把R11恢复到LR当中,然后再回转到前面的start.s文件当中。 好,那么第一个LR放入11,我们来在这里写一下。 就是,我这里其实已经写好了,我把颜色显示出来。 第一步,R11的值现在等于LR,是吧? 然后第二步,把0放到R5当中。 这儿它写了一句注释,R5 has always zero,就是R5总是是0。 这个,以后我们要用到0的时候呢,就把这个R5调出来用。 好,那么这个表格我们也同样的做一下。 色恢复,然后弄一个边框。 那么这个,我们以后再来分析的时候,要用到R5或者R11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值都在这里的,当前值在这里的。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 这个下一句是loadR7和R8。 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R7和R8都是等于同一个值,是吧? 那么这个值等于多少呢? 这个值是一个红,叫S5PC100,这里还不是110,100GPLBASE。 那么这个值其实是在我们前面这个CPU.H这个头文件中定义的。 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中讲过,或者上上节课当中讲过这个头文件的路径吗? Include的路径,是吧? 那么是在ArcArm下面有一个Include,这个Include下面呢有个ASM,ASM下面的一个ArcS5PC1XX下面有一个CPU.H,包括后面会讲到的Power.H和Clock.H都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小的Tricky啦,你看这个路径啊,这个路径,嗯,我们打开这个CPU.H,它这个路径是,看上面,在Arc,Arc下面的Arm下面的Include,我们说过这个是我们的默认搜索路径,是吧? 然后它下面再是ASM,我们换一行再写下去,是ASM写的是ArcS5PC1XX,下面有一个CPU.H,是吧? 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我们的LowLevelInc.S的定义当中,这个定义是ASMArcCPU.H,这个很简洁,没有我们这个一大堆什么S5PC1XX这么麻烦的东西,它的路径呢,这个是默认的搜索路径,对吧? 然后那个,它的在投文件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一个这个接下去,就是一个ASM,这个不变,然后下面就是一个Arc,然后这个CPU.H,是吧? 没有这一串东西,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在Windows里面我们可能看不出来,这个在Linux我们编译一遍就知道了,究竟原因是在编译的时候,在makefile里面,在这个路径下面,ASM这个路径下面,做了一个软链接,建立一个软链接目录,叫Arc。 把这个Arc指向了这个实际的目录,ArcS5PC1XX,所以它包含这个投文件里面,包含这个路径,ASMArcCPU.H,就等于这个ASM这个一大堆东西CPU.H,下面的Clocker.H和Power.H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 好,回到原代码,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定义以后,就是在这里,CPU.H里面的GPIOBASE,是吧? 这个值,然后呢,这个值我们现在在S,这是110,100里面的值,在110里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值,姑且没有,所以先放过,不管它。 看下面一个,LoadLDR2等于什么呢?等于S5PC110Pro,这个是ProID,就是芯片的ID号。 好,那么我们继续完成我们前面的Excel文件,记得吗? I7,我们把它显像一下,等于S5PC110GPIO,这个拉长一点啊,BASE这个值。 那么R8呢,前面也是同样的一个值,是吧? 前面写的行号,再拉长一点啊,L51行,L52行,那么这两个值已经赋予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表格,接下去我们的R2也把这个值放进去了,是吧? 再回到这个表格,在R2这里,然后呢,把它显现出来,这个我是已经预先做好了。 你们同学,大家在自己做的时候呢,还是要一个一个打进去的,是吧? 这个以后你分析,一般分析汇编文件,用到多寄存期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么分析。 好,R2这个值我们也已经放进去了,是吧? 好,那么再接下去,那么这个值在哪里呢? 我们看1000000,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我们打开三星的S5PV210手册,然后翻到第86页。 好,可以看到ProID就是这个芯片的ID号,可以看到它的初始值是43110, 然后XXX,这个前面呢,作为S5PV210,或者说是C110,这个芯片的芯片号,就是始终会反复这个43110开头的一个数字。 下面的第7到4位和第3到0位呢,是紫版本号,你这里可以不用管,但后面我们会碰到,这里你可以先放过。 那么在V210或者说C110里面,读出来的值是43110,然后在C100里面读出来的值是C3100,这样就不对了。 好,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待会可以判断,就是在这个程序里面,lowlevelint.s里面可以判断,目前运行的到底是哪一块芯片。 好,接下去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往下看,它把R2这个寄存器的地址里的值,也就是刚才说的1000,000当中这个值,读到R0当中。 那么再把0000,1000这个值跟R1,放到R1当中,那么目前我们分析到这一句啊,它的寄存器中的值应该是这样子的。 R1我们显现一下,应该是现在的0x1000,对吧? 那么在程序当中,R0的值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ProID寄存器当中的值。 好,R0我们也显现一下。 好,应该是43110XXX,是吧? 那接着它就是把R0和R1语一下,把这个值再放到R0里面。 然后R0和R1语一下,看到吗? 就是这一位4311当中的逗号前面的一位。 然后语一下放到这里以后, 这个值,R0里面的值就变成了0001000,是吧? 别的位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个C110和C000不同的这个位。 好,再回到代码。 end做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去比较,把这个R0和R5比较。 R5记得吗? 我们这个表格里面看到,R5始终等于0,是吧? 然后这个值跟R5一比较,比较其实就是做减法了。 然后减下来肯定不等于0嘛,是吧? 所以他就说,下面一句,BEQ如果是等于0的话, 那么说明当前运行的这块芯片是C100, 那么就跳转到100F。 F我们前面说过了,是向前跳转, 就是往forward这个方向跳转,就跳到这里。 显然我们这里减下来是不等于0,是吧? 那不是EQ,那么接下来我们做点什么事情呢? 就是loadR8等于什么呢? S5P C110GPIOBASE。 啊,原来在这里,就是说正确的我们这个110GPIO的起始地址, 是在这里放到R8当中。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Excel表格, 我们再把它做一下。 好,现在R7和R8里面的值, 是不同的,是吧?R7就是S5P C100的起始地址, R8是S5P C110GPIO的起始地址, 一个是1030000,一个是10200000。 好,后面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R7和R8这两个值来判断, 目前是处于哪个芯片当中在运行。 好,回到我们的原代码, 这里,这里第一值, 复完值以后,一上来就来个比较, R7和R8比一下,是吧? 这两个值现在明显是不同的, 所以比下来肯定不,减下来肯定不等于0, 所以它们肯定是not equal,不是equal。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equal的话, 比就跳转到scape track ditto这个地方, 那么不跳转, 显然我们现在不一样, 不跳转。 好,那么不跳转,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这里开始, 就是C110的初始化了。 好,先把S5P C110ResetStat这个值, 这个地址值放到R0里面。 那么这个值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这个值不是在CPU.h中定义的, 这个值是在Power.h当中定义的。 好,我们打开Power.h看一看啊, 那S5P C110ResetStat, 它的值等于多少呢? 是一个红,是吧? Define, 它值是0X1010A000。 好,那么我们继续做我们前面的那个表格, 把R0, 现在这个R0等于多少呢? R0现在写进去, 等于S5P C110ResetStat, 然后是0X1010A000。 这个就是它目前的值, 好,接下去一句第67号七行, 显然这个地址对我们用了, 我们要的是地址里面的内容, 是吧? 好,这里就是把R0这个地址的内容, 读取到R1当中。 好,我们这个R1复制一下。 这个R1,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手册啊, 这个就是ResetStat的这个手册, 我们翻到手册的第452页, 输入一下。 好, 那么这个ResetStat这个寄存器啊, 就是表明我们当前这个CPU是从哪一种状态下复位的, 那么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是开机复位啦, 所以开机复位这些就是说外部复位嘛, 所以说这个值InitStat这个D0位啊, 它会被设成1, 当然现在我们不关心这个值, 你可以看到在原代码当中, 它读上来了以后, 先去跟这个0x00000D000语了一下, 语了一下, 把这个值放入了R1当中, 然后再去把R1这个语完以后的值跟1左移19位去比较一下, 那么这两句的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测试一下, 读上来的Reset的那个状态值啊, 的第19位是不是唯一, 如果是唯一的话, 就说明是从DeepAto模式下唤醒的, 简称DeepAto简称Dito是吧, DeepAto下唤醒的如果相同的话, 那么就跳转到DitoWakeUp下面运行, 那么显然我们这里是开机复位的, 不是从DeepAto状态复位的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Compare不会等于0, 不会EQ, 所以这一句话不运行, 那么继续运行下面这句话, Compare2728, 那么还是复习一下, 可以看到2728我们在这里是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话, 那么这个Compare的值出来应该是NotEQ的, 是吧, 所以他这里你看, 紧接的下面这句话就是, 要么如果这两个值是相同的话, 就是如果当前运行的是C100的话, AddEQ, 如果是EQ的话就执行AddG, AddEQ, 那么如果NotEQ这两个不是一样的话, 那么就说明我们现在运行在C110当中, NotEQ那么执行下面这个Add语句, 把R8加上0x2C0放到R0当中去, 那么现在这个R0值等于多少了呢, 我们用这个XL表格来看, R0现在就等于R8加上2C0, 是吧, 显现出来, 就等于1020加上2C0, 就是02C0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 我们翻到这个手册的第178页, 我们看一看这个值是多少, 好, 可以看到这个值就是GPJ4Ctrl的基础地址, 也就是说下面这一段代码都是用来操作, 或者说是配置初始化GPJ4的, 那么GPIO的初始化,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是吧, 已经做过两个实验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啊, 首先它就把R0的值就是GPJ4Condition这个值读到R1里面去, 那么我们这里做一下标记, 把这里显现一下, 做一下标记, 那么R1现在等于GPJ4Ctrl这个值, 是吧, 好, 接下去它把R1这个值呢, 第4位到第7位给清零, 也就是说0XF, 0XF是这样子写一写吧, 就是说0XF是吧, 左移4位等于什么呢, 等于0XF0是吧, 然后它把0XF0与这个R1去BIC一下, 也就是说把R1的这个第7到4位给清零, 对吧, 说成0给清零, 然后呢, 在O把这个1啊, 在左移4位给放到R1里面去, 那么这4位不是本来清零了吗, 那么再把这个1放进去跟1获一下, 那么R1的第7到4位现在就等于00001, 那么R1的7到4位等于0001, 我们看一下手册代表了什么意思啊, 还有这里R1, R1做完没用, R1写完没用啊, 还要写回去, 那R1配置完了以后, 还要回写到R0这个集存系里面去, 那么我们看一看R1的第7到4位设成0001是什么意思啊, 看手册, RGPJ4Condition第7到4位设成0001, 就是把这个GPJ4Condition1, 就是说GPJ, 我们现在从这个手册看可以看到, GPJ4一共有012345个口, 是吧, 他就把GPJ4的第一个口配置成output输出, 是吧, 好,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好,